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从这三个字你就看出白地城 白颜色的上帝的城 就有点像奥夫斯丁写的上帝之城 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试图用汉语 用现代汉语来创造一座城市 来建立一座城市 这白地城不仅是刘备托孤的地方 宫生树起兵的地方 更是我们自己心灵感受到的一个圣地 所以我写了仿白地 寻白地 哭白地 贡白地 义白地 写了一大批这样 还写了日月梦影 应魂灵 就白地日 白地月 白地印白地影 白地魂 白地灵 那么我就做了这样一种尝试 我后来就发现 只要你心生感触 只要这个白地城在你心目当中 你永远都写不进它 你可以永远都写下去 我就一直写下去 结果越写内容就越丰富 所以我特别高兴 说明什么 说明我心是活的 有灵感的 那白地城在我心目当中 也是一个活生生的 我给大家念几首 这个就是日月梦影 应魂灵的片段 都是十四行诗 可能我学西方文学学多了 都是十四行诗 十四行诗就是四四三三这样的句式 这个我也没有什么格律 就是第一段四句 然后四句 然后三三 好 大家听一个感受 白地日 初出山林的朝霞 将鸟鸣映红 树荫映着水色 波纹在山前晃动 白地续日 与往日再不相同 沉寂的一切都在光中复出复活 第一只鸟站在窗前 纹丝不动 昨夜它还是一块石头 京城被日光一照 便提破春色 鸟鸣山幽 玉色溪流 将阳光送出山谷 运至山下 寻常百姓家 燕子飞环 闲来丝丝缕缕的春光 在梁上坐窝 燕子的巢穴啊 比我的家更坚固 我的家在江上飘移 光中漂泊 若不是白地尘头 阵阵烟霞 推开窗户 我竟认不出 我的故城 我的故国 白地月 明月像一条明亮的鱼 在江中浮游 江水围绕着我的枕头 数日数月 我整着波浪远游 寻找我的祖先 今夜 他们都聚在白地尘头 白地明月 在魁门耳边 敲声细语 风中 我听见久违的心声 盛中追远 江水在深山深深印河 远远长流 青山一夜之间 化为青涩荒种 春季月辞 夏季月勺 秋季月长 冬季月真 我在清明时节 偷偷寻访故人 在青山绿水间 用日月星辰 轻轻洒扫 一座座孤坟 用心拾起片片枯叶 用梦唤醒孤魂 他们与我同在荒野 流浪多年 九泉之下 与我共枕天上明月 白地梦 梦不醒 醒不梦 梦醒的白鹤啊 飞回白地尘中 白地清梦 六月落雪 清明迎风 迎来英年早逝的亲人 一家人 围着红楼梦中 红红的大圆桌 日落西山 还见面 水流东海不回头 回头又见落日 日落星河 天长地久 梦中团圆的家庭 只因有梦 便找回亡灵固有 列祖列宗 亡魂在梦中静坐 列祖列宗在江上复活 如时尚清泉 随月色流动 心灵波动 轻波回荡在血脉之中 归去来袭 回到白地尘中 白地梦中 看呀 故人正驾着黄鹤 趁风归来 趁日而 趁风而归 趁日而归 至于月色 早在泪水 岩石上 化为虚空 白地影 为什么青山软软的 一踏上去 就有青泉涌出 而江水绵绵绵 细听 却听出 长恨歌 美人的身影 在江中晃动 古月生肖 埋在土里 响彻江中 有人在江上 提哭 那个婴儿 曾是一位老人 因不忍离家 而自吻江东 江水上身 淹没了古城 淹没了故土 鱼儿破门而入 破窗而出 鱼儿瞪大眼睛 已认不出 当年的渔夫 破网还挂在墙上 破船已成朽木 而故人的头颅 还围绕着江边周游 直至江水返清 世人已丧失记忆 白地沉下 护闻夜半歌声 天长地久 有时静 此恨绵绵 无绝起 白地应 你们在江边旅行 白地在山上行 你们在酒楼沉醉 白地在江中醉 你们在路上伤悲 白地从云端落泪 你们在家中欢喜 白地在星空举杯 白地应入水中 江水淡淡 白地应入江中 山色清清 白地之应 深深盖在心底 森林覆盖群山 故园沉入江底 江上明月与白地同心 江岸移民与白地同病 病入高荒 久入愁肠 烟一样的树 云一样的路 花一样的人 酒一样的河 酒色河边 莲花朵朵 莲花朵朵 白地魂 众心归一 一再今夜是一座孤城 宝石坠满 五蟹歌台 殿堂楼宇 所有死去的都在清明传送春风细雨 所有沉默的都在江边歌舞升平 只要寻梦 就有白地降临 只要白地建在 我的故国便尖如磐石 柔软如江水 江上的白地城啊 我的摇篮 我的墓地 为天朝朝 又我盛朝 江中江水 潮中江水 潮涨潮落 亭前江树 花落花开 我寂寞的春天啊 江岸春草 在白地城中祝福祈祷 神又福祉 吉星永照 白地灵 诸葛关注的星星 一一坠入观星亭 终身渺渺 听见终身的仙人 已在山谷里安睡 飞檐翘角 可是白地之声 白地之灵 石桌安放在观星亭中 星辰闪耀 禅碑不见 汉文章 却见完整的日月群星 白地之灵 夜观天象 可知凶极 凶极未卜 星空一传来鸟鸣 有声有色 无影无形 将残碑洗净 将残碑洗净 春梦唤醒 醒来 以不见顾园 为见江水 江星秋月 飘渺顾尘 余人还饭饭 燕子顾飞飞 这个是我写的 日月梦影 印魂里 还有很多关于白地尘的诗歌 那么这个灵感哪里来的呢 也不是我突发奇想 就是我一直在江边旅行啊 一直读古文啊 一直听江边的这些老人 讲他们的悲欢离合的命运啊 然后这些文字 就来找我了 给我感觉 我自己啊 生活在一个故园 这个故园在哪里 就像希伯来书当中讲 我们在此本没有长存的尘 乃是寻找那将来的尘 所以我说我的白地尘是 拙在 金在 永在 是我心灵创造的一个白地尘 水不能淹 火不能烧 每个人心目当中 如果有这样一座城市 我们居住在里面 我们就可以安居乐业 我们就会感到幸福 我们就有创造力 我们就有根基 这是我跟大家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汉语啊 有 我们的现代汉语 有巨大的潜力 是丰富的宝藏 但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我们要有一双通灵的慧眼 我们要认得出这个世界上 什么是宝藏 什么是垃圾 汉语的复活 仰赖于汉族 汉民族的人的复活 而汉民族的人的复活 仰赖于什么呢 仰赖于天恩祖德 就是如果祖先在我们心中复活 我们就能复活 如果祖先死去了 我们不懂得圣中追远 什么叫圣中追远 就圣中的对待葬礼 这个葬礼不仅是形式上的 就是安葬祖先的灵魂 我认为也是一种葬礼 圣中的对待这个葬礼 追远就是思念遥远的祖先 遥远的历史 圣中追远 明德归后仪 如果我们能慎重的对待祖先的灵魂 慎重的对待葬礼 先辈的葬礼 思念遥远的祖先 整个这个民族的道德 就会变得很纯厚 明德归后仪 可是我们现在既不慎重 更不追远 所以我们今天呢 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就是文学创作中的人 一个字就讲人 这个人就在文学当中 变成了什么人物啊 变成了什么性格呀 这些都 最重要的是神 不关注人 文学无从谈起 我们前面讲到了文字 讲到了神话传说 讲到了汉字的来源 神话的家园 我们今天讲人 人就是人心 就是我在 我今天来的路上 这个听到这个 收音机里面那个 播这个长篇小说 叫做什么大书 长书短读吗 还是怎么样 播了这个手机 我当时看了这个手机 这个电影 然后我今天又听了 这个手机的这个 小说联播 大家知道刘振云写的手机 我就是感觉到很悲哀 我用心的说很悲哀 我是个谦虚的人 我不骄傲 但是我一点都不看好 这样的作品 这样的作者 为什么 里面没有人 什么叫没人呢 里面的眼手衣啊 什么废墨啊 你们看过吧 手机 看过是吧 都什么人呢 大家想想看 都什么人呢 都是在生活当中 一地鸡毛的人 很猥琐 活到这些 对吧 搞点外遇 然后骑着咔嚓的 这些事 我说这些事 不是不能写 不是不能写 而是说 你的内心 你这个小人物 眼手一也好 一手眼也好 关键是 你的内心 就这点破事吗 假如就这点破事 咱们为什么不在 饭后茶余 随便说说完了 昨天我一个朋友 找他的情人 被他老婆撞见了 说说就好了吗 干嘛写本书啊 那是没事做了 这种事有什么好写的 文学是个神圣的殿堂啊 古往间我们看到 这么多好的文学作品 谁就写的这点破事 不是说不能写 写 前提是什么 你得有一个 你得是个人啊 你得是一个丰富的内心 我举个例子来讲 普希经有一个系列 他写的小人物 写的小人物 写个驿站长 很爱他的女儿 他生活很琐碎 也是被人家骂 结果他的女儿啊 被一个标骑兵的中尉啊 骗走了 最后这个驿站长 自己啊 孤零零地死去了 这个他的女儿 被一个有钱的军官骗走了 一个花花公子骗走了 骗走之后 他多年以后回来 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他变成了一个贵妇人 然后给了一些孩子们 一些零钱 给这个来扫墓 孩子们说 看见一个贵妇人 出手挺大方的 在那个墓前 转了一圈走了 最后呢 坟墓 这个驿站长的墓地啊 只有几 只有这个一片荒地 只有一个小小的十字架 已经认不出来了 这个时候写的也是小人物 可是他触及到了小人物 内心深处的 真正意义上的悲欢离合 大家理解吗 不是说啊 你不要写这种小人物 我们可以写 可以写一个当代 桥上一个卖艺的老人 是吧 可以写一个扮假镇的一个人 写严手艺 都可以写 但是这些人的内心深处 远不止这么简单 大家理解吗 不是说哎 我有媳妇 我找一个情人 然后他们手机搞串了 这有什么意思吗 无聊得很 无聊得很 文学不是无聊的东西 人无聊 文学也无聊 这种东西我们不要去看它 我负责任地说 这个 这个 写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啊 我都不懂了 当电视剧看看 当娱乐的东西看看可以 可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谈的文学 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我就跟大家讲文学上的人物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作品 文学作品 不登大雅之堂 拿不出手 拿出去笑 郭敬明写的什么 大概都是什么人 有钱了 好多美女爱上他了 怎么样 然后这个 刘正云写的就是 有点魄散 一些人在生活当中玩得很高明啊 几个情人啊 什么 怎么样子 然后这 什么意思啊 没有触及到文学的根本 就是说 我们如果一个人 在文学当中 你都立不起个人物来 那你写什么文学作品 然后立起一个人物来 不见得说我要写个好人 英雄形象 不是这个意思 你写个特别坏的人 写个司马仪 我们看三国怎么写司马仪的 我们看这个史记当中 怎么样写那些坏人的 史记当中 我们待会讲那个 我们的历史上是怎么刻画这些人物的 这个人物特别重要 我们不要看到一些表面的现象 那么我们就来讲这个 讲这个人物 我顺便说一句 我也是 我刚刚看到的这个 凤凰卫视啊 鲁玉有约做的一个节目 叫大山里的童年 有同学找我做这个 做这个什么呀 辅导老师说要出去社会实践 我又有提了一些建议 好多同学来找我 有时候忙不过来 大家多谅解 那么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你们可以当一个正面的例子 也可以当一个反面的例子 鲁玉坐在这 我也要跟他这么说 他这个节目做失败了 大山里的童年 做的太失败了 非常失败 怎么非常失败呢 因为我常年在这里去旅行 我走进大山的时候 看到这些孩子 看到这些老人 我看到这些人的时候 就有点像那杨锦玲 看到那个西路军的老战士 我看到这些人的时候 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我觉得 就一点都不夸张 就有点像一个 朝圣的一个西藏喇嘛教的教徒 来到了大昭寺的感觉 我进了我的圣殿 我到了我的白地城里面来了 这是白地城的一个 一个神圣的一个城民 我只是一个来客 我就供着他们 我觉得这些人身上 让我感动 让我悲痛 让我流泪 我要去向他们学习 你意见吗 我不是带着一种 居高临下的姿态 你们穷 这个鲁玉有约 做一个大山里的童年 怎么呢 他们带了一点方便面 给两个小孩吃方便面 那个小孩呢 没吃过方便面 然后就留着鼻涕 脸脏兮兮的 就在那吃方便面 吃得稀里哗啦的 然后他们就一直拍 这两个小孩 怎么吃方便面 我就觉得这个心啊 眼光啊 严重有问题 小孩是没吃过方便面 他的心也不坏 但是境界不高 在哪里 他想让人们看到 哎呀 你们看山里的孩子多穷啊 连方便面都没吃过 可是山里的孩子 吃过的那个新鲜的野果 你也没吃过呀 你怎么能够就倒过来想 你这么居高临下的 你看他们贫穷落后 我们要让他们走出大山 我们要让他们改变命运 这是狭隘的心理 这是狭隘的 我们有的山里面没有 山里面有的我们也没有 是不是 山里面的空气我们有吗 他们天天呼吸的这个空气 我们有吗 山色清清 我们有吗 我们天天看到当代商城的霓虹灯 这怎么比呢 它是不一样的东西 大家理解吗 当你们走到山里面去的时候 当你们走到江边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能带着一种俯视的 我居高临下的 我是北京来的 我是什么什么电视台的 我来给你们方便面了 我来给你们送捐款来了 不是这样的 你有点力气帮点忙 送人家一点方便 这很好 但是你的心态绝对不应该是居高临下的 所以他们永远就搞不懂一个孩子 那个孩子我就搞懂了 他们讲这些孩子多么可怜 每天上学都要与死神擦肩而过 我觉得太夸张了 就爬山嘛 那个山路危险 可是我们每天 我们每天过马路不与死神擦肩而过吗 我们每天坐飞机不与死神擦肩而过吗 哪个不与死神擦肩而过 就他们与死神擦肩而过吗 眼光是错误的 所以有个小孩脚崴了 然后那些 那个组织人 拿着摄像机对着他 你还想不想上学 好多人围着他 就盼着他 那个孩子说 我想上学 这样子大家得到 给他一些捐款啊 然后继续跟拍啊 那小孩说 我不想上学 那些人傻了 为什么不想上学 这个小孩 我明显地感觉到 他们没有不理解小孩 孩子们是试精识 你看一个人好不好 你看孩子跟不跟他玩 孩子喜欢跟一个人玩的 一个成年人 这人就是好人 孩子看到他不喜欢 这人就是坏人 我告诉你 这是非常明显的 这孩子就不喜欢你们 因为你们在拿他 当一个事来拍 你们没有去真正的关心他 所以孩子说 我不跟你们玩了 他说我不想上学 他走了 我就看出来他的心理 他说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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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他说不吝点赞